欢迎收听 银号航海王 用声音带你跨越地平线 探索世界大小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美啊 艺人他们都会po一些很厉害的露营的照片 就是风景很漂亮或者是有一些很炫的装备 好像一时之间我就觉得说 好像现在最流行的活动就是去露营了 我有点落伍 因为我都没有跟上这个风潮 你知道我是一个很资讯焦虑的人 我就会去爬文说 诶 到底大家现在在风什么 我就看到说大家都是假日的时候啊 然后跟朋友啦 或者是跟家人 然后就会去找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去享受这种很chill的周末 而且听说这种露营区啊 你要订露营区 你要提早很早就要去订 它甚至比五星级饭店还要难抢诶 前一阵子我有看一个蛮厉害的动画 它在日本的讨论度超高 而且今年它已经出到第二季 我觉得最近这个动画最神的应该就是这部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 什么神动画 我觉得现在心中这种作品 神作就只有冒写空前绝后的供应链重组报告 那个真的神 也是花了超多的时间来做 这个是集结大家的 这是冒邪的精华神作 好 不准业配那个神作 但那个真的满神的 我想跟你介绍的是 你有没有听过姚依录影这个动画 有 这个有听过这个有听过 我跟你讲 我看完那一出 我就马上就想要去录影 真的 这么神 你知道在身为一个资深湘明 这部作品在湘明之间是被誉为真正的治愈系日常作品 但是我真的听了很久 我还是一直都没有看 是吗 为什么 你是不喜欢露营这个主题吗 你对露营的印象不是很好是不是 我对露营就真的没有兴趣啊 你知道你那种状况其实已经过时了 我现在看到的那种露营的状况 都不是这样子 你有听过现在就是glamping吗 Glamping 我发音有错吗 Glamping 不是啦 我没有听过这个词啦 你知道现在我看就是 感觉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封这个露营 然后不管说你是在澳洲啊 非洲啊 然后甚至我们就近的一些日本韩国泰国 他们都超流行要就是做户外露营的关系 好是不是因为疫情 大家没有办法出国所以 我觉得应该是吧 因为疫情然后各国都是防疫管控 原本一定会有打算是要出国旅游民众 他们一定还是需要一些抒发 身心的一个管道嘛 那当然就是要改成国内旅游项目啦 那一定会有一些是那种nature派的 非常亲近的大自然 那他们露营活动应该算是一个非常良好的替代品 这种适合现代人的一种放松的方式 也很结合我们之前的 大家很流行的一个慢活的概念 慢活 对 之前真的蛮流行说 就是要大家步调放慢 然后去感受一下身边的这个环境 对 那我刚刚有讲说那个glamping 这个字就是其实是现在新创的一个字 它是由两个英文字组合起来 glamorous跟camping两个字 哇喔 一个是就是glamorous就是很华丽奢华的 camping就是露营嘛 那它这个组合起来它就是说这个就是奢华露营 或者是你开始说是豪华露营 那简单的说它就是现在去露营的话呢 你可以不用准备很多很多工具 其实你只要一卡皮箱 甚至不用一卡皮箱啦 你那个钱包带着 你就可以去露营了 你不用像以前 零包入住欸 对 你不用像以前那样还要准备大包小包的 现在很轻松了欸 哇这样我真的很难想像欸 而且我只会觉得说我到晚上一定伸手不见五指 还要跟蚊子单打独斗一个晚上 哇这个面相真的是非常的差 我记得以前去露营 是不是就是晚上大家都没有饭吃 然后最后都只能吃一些 大部分都没有啊 对对对 大家都最后都只能吃一些 就是因为肉可能都没烤熟啊 或者是都糊掉了 然后你最后好像都在吃饼干 然后少数成功的组别 就会被所有人争抢 然后他们也不会有车吃 好我们既然提到的露营 我们应该还是要从它的 可以说是起源地 或者是最为盛行的美国来提一下 美国超多人在露营的 超对 美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露营产品进口国家 也是运动休闲风气非常盛行的国家 大家都知道美国有国土辽阔 所以当然也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奇异的风景区 有国家公园啦 然后或者是森林瀑布 山洞溪有各种地形都有 所以呢对于露营这一个休闲活动来说 美国这边是非常的不缺乏各式各样的露营地 那在这么多露营地里面呢 全美国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一个叫Under Canvas的地方 Under Canvas Yes Under Canvas 这个Under Canvas呢 它致力于环境保育 重视可持续发展 也就是我们的ESG精神 我一定要业配一下 我们的工艺联报告绝对有提到ESG 这是非常重要的重点 ESG是什么 想要知道是不是一定要去看这个工艺联报告 没错 我们近期一定会把它发表出来 好有什么这Under Canvas跟ESG有什么关系 它非常的厉害喔 它除了这个露营地 它除了利用节能水资源设备以外呢 它的节能水资源到底到了多么夸张程度 它让营地的用水量跟同等规模的酒店 相比减少了八成以上的用水 八成以上 所以你看像现在台湾非常缺水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考察一下看看说 它这个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设备 然后也可以让我们台湾人 台湾人应该也是需要一个这样的设备 感觉很厉害 像现在你可以看到很多都有那种装备很厉害的露营车 它里面有的是有冷气有电视 你简直就是像住在家里一样 非常奢侈 那有一个它是就是由那个欧洲 它斯洛伐克的建筑团队 它建造的一个露营车 它叫做Echo Capsule 然后它很厉害 它就是完全就是靠太阳能跟风力发电 去攻击这个露营车里面所需要的电力 而且它有很高性能的隔热的金属 然后还有一个雨水的储存系统 所以说你不管说你这个露营车 你是拖到气候环境多恶劣的这个环境 都不用怕 因为它就算外面很热 或者是就算都没有下雨 比如说你把这个露营车现在都拖到台中去 它都是可以就是靠着那个大自然这样子去做营运 所以你都不用担心说没水啊没电啊 而且很重要的是它的价格啊 一台就是8万欧 8万欧多少 这算起来大概台币290几 那这个价格其实就只是跟一台BMW差不多吧 对不对 对你来说应该是小case BMW的车 哦好这个非常的glamorous的价位 太贵了吗 我真的是无法负担啊 可是好你刚刚既然也提到了欧洲 那我们欧美都看过了其实亚洲也有非常特别的露营地 显为人之吼在印度的西方有一个被誉为金色之城的城市 叫做齋沙默尔 这里呢它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金色堡垒 然后还有非常多的奇纳教的寺庙 就在这个城市里面呢有一个很神秘的豪华露营地 哦这秘境诶 对这是秘境 它叫做Sujang the Serai Sujang呢是印度当地非常奢华的一个住宿 它的顶级品牌 创办人是印度的贵族 那刚刚提到这个Sujang the Serai呢 它在这里是重现了他们的创办人在非洲野营的经验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感觉很有异国风情的这种地方 对所以应该要来印度的名字 感觉我们就是一定要一生一定要去体验一次看看这种充满异国 异国风情的这种地方 真的 那我刚刚有介绍说有关于摇曳露营这个作品 你还没看过这个 那我跟你讲一下其实这个摇曳露营它的这个动画 它就是日本的富士山周围三里线作为一个舞台 然后它在这个漫画里面呢 它就有讲说一些露营的一些知识啊 还有野吹活动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教学 它的故事的是用一个女子高中生 你们最喜欢的女子高中生作为一个主角 你这样讲适合吗 那它其实在播出之后 它就引起日本非常非常多人 开始关注这个露营活动 然后开始流行起来 那甚至说它的这个漫画里面有讲一个主题 它就是主张说一个人跟朋友一起去露营 固然就是非常非常开心 可是你也可以想看看说一个人去露营 其实也是有另外一种的风情 哎哟 它在强调说一种孤独的乐趣 让你去体验这个孤独的乐趣这样子 其实日本他们现在目前还是在管制中的这个状况 所以说他们要出国也不行 那如果说你要约朋友去吃喝玩乐 好像也是不太方便 所以他们就是借由这种 让你去体验看看说 哎其实你可以包包一杯 然后就去山上 享受一下一个人过生活这种宁静的感觉 然后把自己的生活步调慢下来 其实也还蛮不错的 嗯 这倒是没错 所以你也不用怕说你是很边缘 没有人朋友约对不对 哎你这样子真的是太诚实一点 这我很难做耶 可是讲到刚刚的这个一个人的露营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日本文化它的文化传承里面一直以来都有留下所谓的单人的那种空间 他们一直以来 他们其实就是很多比如说你去吃饭 他也有专门for单人的作为 他们很强调这种一个人的经济的这种 而且你知道他们现在就是有多么疯露营吗 他们疯到说 他们除了就是去露营的人很喜欢拍影片去跟大家分享说 哎我这个露营的生活多好啊 比如说你早上起来你就可以听得到蟲鸣鸟叫这样子 很chill的环境 他们现在疯到甚至说他们会去把一整个山买下来 因为其实日本买土地买山并没有那么贵 因为他们现在有点就是城乡发展布局 所以他们如果说你是要在乡下买一座山的话 其实不一定比你在台北买房子还贵 你可以考虑一下对不对 你说在台北买不起房子 你可以去日本买一座山 然后搭一个帐篷在那边过生活 可是这个比喻不太行啊 因为在台北买房比在东京买还要贵啊 哦真的吗 在某些地段的比较上 所以那你就只能去买一个在乡下的山 对没错 讲了这么多吼 我看因为我本来真的是对露营没什么兴趣 如果我没有追上这种芳草 我就不就真正的是不只一般的边缘 还是整个地球的边缘人 你一定要跟上 所以我跟你说不要担心 就是有关于这种露营的这种趋势呢 我可以慢慢分享给你 我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功课了 可是刚刚讲这么多我已经记不起来 其实如果说你就是有被我勾起一点点 对于这个露营 有一点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上网搜寻就是 金帽透视双周刊 我们也会把这个双周刊的那个连结 放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去找说 他在最近几期都有报道蛮多 就是全世界各国有多么风露营 然后他们的露营的文化又有什么不一样 哇 那这个一定要看一下的啊 可是比起实际去露营 我觉得我比较想要去采购一些 你一开始就有说的一些 很厉害的那种科技感设备 我要晒照片 好啊 那如果你说你想知道这个的话 其实在下一期我就会报给你知道说 其实有很多真的蛮厉害的露营产品 而且很多是台湾的喔 对不对 MIT耶 对MIT很厉害 你在台湾你很轻易就可以买到 真的是蛮多很有巧思的露营产品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你就一定要锁定我们这个金帽航海网 然后就会给你更多的商机趋势喔 大家也不要忘记给我们订阅分享喔 我是Timo 我是满分正妹阿姿 大家下周见啦 拜拜 嗯 嗯 嗯 一